球在右外野方向相當深遠 不用追啦 我覺得就是增加那個球團的流動性 球員的流動性我覺得很好 而且我本來就蠻喜歡蔣志賢那幾個球員 就覺得應該他們還可以繼續打下去 然後還有發揮的空田這樣子 外面的媒體有炒作變成就是說 我們就是金錢帝國邪惡帝國 然後就是砸了中間把他們買下來 覺得說可以增加球隊戰力 當然都是好的 媒體就炒作成我們好像不得 就是變成說就是拿到總冠軍啦 但我覺得職棒就是 其實球是遠的 會到最後會怎麼樣 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現在變成是我們自己的那個球員 其實還在花一點心態做調整啦 因為畢竟他們都有一些花邊新聞 然後來到富邦 但只是沒有涉及到我們看球 最討厭的那個底線就是千賭 用他們的實力來證明 他們當初中性的選擇是錯誤的 我覺得是良性競爭我覺得蠻好的 對 就是有球員就是可以像外國美國這樣子 就是別隊會個人別隊這樣子 對 兄弟新增的 新增到富邦的五位球員 在兄弟的時候都是 都是主要戰力 相信對富邦一定會有一定的幫助 然後也期待他們之後在富邦的表現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不要忘記到粉絲團點個贊 或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唷 就算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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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